第82章 鞭声响亮 作为神国七律议员 作为青云榜排名第四的年轻强者 他有足够的资格与底气骄傲 今夜这场事件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 最后居然输给洛洛 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所以他觉得自己依然可以骄傲自信 但输了便是输了 骄傲的他本来准备保持沉默 却看到了陈长生脸上的笑容 听到了洛洛的笑声 他觉得陈长生的笑容很可恶 他觉得洛洛殿下的笑声很刺耳 于是他忍不住把准备藏在心底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是的 他不服 他最后那件名为非白 枯笔连丝仿若铁线 如果能够动用真元 剑势初起之时便自有一道铁连拦在身前 洛洛最后那句直刺 即便再快再减而凌冽 也不可能穿过他的剑势伤到他的身体 洛洛转身望向他 看着他的神情 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挑眉地说道 如果可以动用真元 先前第76剑势 我便已经破了你的剑房 这句话他说得很淡然 却有着不容质疑的肯定 官非白神情微变 回想先前的战局 殿前观战的人群也开始回忆 片刻沉默后 人们竟得出相同的结论 是的 如果可以动用真元 当时陈长生让洛洛用的那剑中山风雨剑 应该可以直取中府 提前获得胜利 问题在于 你就算可以动用真元 你也使不出来那一剑 官非白觉得自己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看着他寒深地说道 不要说那一剑 便是更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中山风雨剑 以殿下你现在的修为境界 也用不出来 只不过徒有其行罢了 人群之中议论之声剑起 包括毛秋雨院长等前辈强者 都承认官非白的这句话有道理 妖族修行人类的功法 有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双方的经络构造 有极大差别的缘故 很难突破通幽境内观 所以现在大陆上的妖族强者 包括先前曾经出手的 金玉律在内 在成年之前 或者都接触过人类的修行功法 而成年之后 学习的依然还是 妖族自己的修行密法 今夜事件 洛洛殿下施展的是人类的剑法 修行的也必然是人类的修行功法 按道理来说 他无法突破通幽境 中山风雨剑里 尤其是威力极大的剑招 自然也无法施展出来 先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 是因为事先便已经确定双方不用真元 考教的更多的是 陈长生和狗函石 当然也有洛洛和冠飞白的能力 但即便他用的那些剑招 只是徒有其形 也符合比试的规矩 无人能够指责 直到此时被冠飞白 一语点破 人们才感觉 这场比试 对于离山剑宗来说 比事先想的 还要更不公平 夜风轻扶夜宫 白鹤在垫顶埋首雨中 似乎已经睡着 没有人说话 只是看着洛洛 虽然没有指责 也没有批评 也没有人敢试图 重新的平定胜负 但那些视线里 隐藏着的意思非常清楚 狗函石摇了摇头 示意冠飞白回来 洛洛看着那些人类的眼神 微微挑眉 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他没有说什么 再次转身向场边走去 关飞白看着他的背影 无声冷笑 同样转身 二人相悲而行 渐行渐远 直自将要回到各自的队伍 相距已有数十丈 就在此时 洛洛忽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握着洛宇边 很随意地向着地面抽去 边起如风 边落如雨 正是中山风雨 剑里威力最大的那一招 啪的一声脆响 真圆充盈的落雨边 如剑般击中厚重无比的大地 殿前的地面 似乎都颤抖了一瞬 地面上顿时裂开了一道大缝 无数烟尘实力 从缝中奔射而出 在星光的照耀下 仿佛万只飞蛾 谁说妖族修行人类功法 很难突破通幽境 此时洛宇边展现出来的境界是什么 谁说他无法预示中山风雨剑 威力最强的那几季剑招 这一边又是什么 听到那对清脆的身影 观飞白豁然转身 他没有看到落落起鞭的动作 但他看到了夜空里残留的真气痕迹 然后他听到了地面传来的 咯拉的碎响 他望向地面 只见一道裂缝向着自己延伸而来 最终在他离约一尺的地方停住了 烟尘实力从地缝里喷涌而出 啪啪的落下 他眼瞳微缩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能猜到落落用的中山风雨剑里的哪一招 正是先前 他说他使不出来的那几剑招 当时在场间事件对战时 他与他相隔十余帐 此时相隔已经数十丈 此时 他的剑意能够来到他的身前 更何况先前呢 他终于明白 原来对方不知为何 早已突破了通幽境的门槛 完全地掌握了中山风雨剑 如此说来 先前事件如果不是未动真元 而是真正的战斗 自己竟然也会败 短暂的瞬间里 他想了很多事情 推演了无数种可能 竟发现 自己找不到任何胜利的可能性 难道自己真的不如他 落落的边身还在夜色里回荡 在安静的大洲皇宫里 飘向远方 那身影很清脆 就像是一记耳光 官非白想着先前自己 骄傲冷漠的那番话 只觉得脸颊一阵的滚烫 他苍白的脸颊上 微微的红了 殿前观战的人们同样震撼 看着地面上的那道裂缝 看着直边敬礼 陈长生身旁的洛洛殿下 长时间都没有人说话 他们同样觉得 洛洛殿下的那记落语编 仿佛是抽在了自己的身上 很少听闻 有未成年的妖族 居然能够修行人类功法 突破通幽境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墨语看着洛洛 鹅眉微醋 他要想得更多一些 白氏一族的天赋 血脉 难道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没有想到 殿下居然能够越过那道难关 狗寒石看着洛洛 说道 恭喜殿下 只是不知 是的 洛洛知道他的意思 转向陈长生 恭敬地行了一礼 说道 感谢先生教诲 狗寒石望向陈长生 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道 佩服 这一身佩服 是真的佩服